时帅关心到郑文灿受土地开发弊案 美中党立委黄国昌在警咬 当年侦查中的案件疑似有泄密情况 在郑文灿收了500万之后 疑似听到检调再查了风声 有急忙的把钱退回 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今天表示 桃源地检署已经分案了解 是否有监听一文外流 而郑文灿涉他案在7年前 二度牵截之后如今才重启调查 也被质疑是检调高层施压 当时桃源市市长跑去参加 我们华雅园区地主的座谈会 选前跑去参加黄金周 递给他一个好猜头 还去跟地主拔甘情 这件事情郑文灿一个人干得来吗 要不要全面的彻查 桃源地检署会来一并来处理 郑文灿涉滩案件二度牵截后 7年才重启炉灶又引发质疑 难道当年办案检察官受到当局的压力 事情发生的时候 郑文灿邱台山出任法务部部长的时候 本来是郑文灿的副市长 桃源地检署都会一并了解处理 从2017年了解到2024年 本来检查办案就是证据到哪里 是吗 当年检调认定的关键证据 就是郑文灿收了500万 而在白手套离开郑文灿官邸后 还向郑文灿的妻子通话 称把钱塞在桌子底下 后来疑似有人提点检调再查 郑文灿才急忙把钱退回 矛头指向检调高层走漏逢身 院长怎么看先前外界质疑 有人谢逆这个监定一文给郑文灿 有没有外流这部分 那个检察官淘渊提前 是已经困难在了解 而郑文灿二度交报 法院裁定没有串供理由 检方当庭在抗告 土地开发弊案 现在不只进入司法程序 桃源市议会也要启动调查 要发起专案小组 全力来调查有关郑文灿 涉入了所有的土地案 会包括郑市长这一次 在华雅的农地的会议记录 也包括过去他在罚的农地条 其运占了这些会议的记录 追证文灿涉谈真相 法务部挺身当检察官靠山 杜绝关关森户 揭发弊案 记者中文报道